阿姨,你露出來了 口罩口罩 你要不要幫我戴一下好不好 對 跟他一起要戴口罩喔 還是要戴著口罩喔 講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昨天在西門町萬華附近 就看到一個阿伯 他在騎車的時候邊咳嗽 他沒有戴口罩 不尊重台灣的人民 什麼時期的還不戴口罩 還在咳嗽 這也是西門町耶 影響到你也影響到所有的人 不要因為自私 都忽略了防疫的重要性 因為你根本罔顧其他人的生命 染疫的人他初期是沒有病灶 發生在你身上呢 最近我剛結婚 如果發生在我老婆他的健身房裡面 就不戴口罩 就去運動 不小心傳染到他 傳染到我 那我們大老闆基本上就是停擺了 像我的騙師 他家裡也有一個1歲的小朋友 小朋友只要染到新冠肺炎 基本上是必死無疑 成人還有得救 你還是會出現肺部 永久性的傷害 你連走路 你連講話你都會喘 你今天是好的也是一樣 這件事情我也不想要發生在 任何一個人身上 我們寧可現在把防疫做好 也不要到了 像美國 每年都有這麼多確診 雙北現在昨天180例 今天200多例 明天不知道 分析一下 1級的話就是有出現境外的案例 2級的話 出現這個感染不明的本土案例 目前現在台灣是3級 單週3件以上 社會群聚事件 一天確診 10名以上感染不明的本土案例 跟各位講一下3級上升1級的4級 本土案例 14天內 平均 每天的確診 有100例以上 而且找不到交叉感染的根源 你只需要一個人 就可以把整個台北市找到封城 就是4級 封城就是 大家完全不能夠出去 不但影響人 它還會影響整個台灣的經濟體系 只移住情依樂都會被影響到 很多的人面臨倒閉的問題 其實2級不戴口罩 就會被罰錢了 3級是一定要戴口罩 我們今天大麻煩 表達對陸上 不戴口罩的民眾的憤怒 我們呢 準備 大麻煩的酒精水球 你不戴口罩 我就往你身上找 讓你知道 不戴口罩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台灣 真的是過太好了 你們可以去查查看 一些很嚴重的國家 印度 屁體都來不及燒啦 如果他們攻擊 我們就會站到最後 那些沒戴口罩的 不只自己想死 它害死別人 最可惡的 就是那個想死啊 是你想死 它害到別人一起死 都吸不掉 這件事情雖然說很硬 但是為了中華民國 我不行粉身水果 現在來看路上有哪個 王八蛋沒有戴口罩的 我直接來制裁 送他口罩 再用酒精消毒 來 先填裝一下 真的會爆的 而且這些水球 都是有加酒精的喔 殺完要把垃圾水口捡起來喔 我可以帶來 按燈 火鍋 在這兒 我不是很想死 自己在這兒 我不是很想死 那天 我不是很想死 你 我不是很想死 你們 我不是很想死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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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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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太冲动了 communaut 原漏子 对 我们就为的 occasional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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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然后又万豪不下车了 大帆平跟大家知道意思 哈 emergence 你露出来了 口罩口罩 azar口罩 她露点了 露那个鼻子的点 哦 下西门 就看到了 先生他在那边 还在那边没有戴口罩 先生现在是综 melody期间冲名口罩 为什么不戴口罩 哎 哎 有有有 喔有在有在 喔喔喔喔 勸走成功喔 送你一顆水球啦 來這水球 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是防禦期間 直接把口罩戴上 去把口罩戴一下 現在防禦期間 先請戴口罩喔 口罩 夾主持 喔我給你一個 我給你一個 來現在才好 幫我們戴上好不好 不然的話我們水球要下去了喔 好來來來 喔 OK 我們現在防禦期間 去把口罩戴喔 是不是想你 他目的 先生這個防禦期間 戴一下口罩喔 好喔 謝謝謝謝 先生現在防禦期間 才可以戴一下口罩喔 現在戴口罩 扁 有沒有口罩喔 有沒有口罩喔 現在戴口罩 來來來來 不行啦 你一定要戴口罩 給他一個 戴下來 不行 來來來 那種戴口罩會好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把他消毒了喔 不可以 他常常在這邊是不是 對 就常常在這邊 那你們應該要 通報他可能是暴視 對我想說要不要暴視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是不是那個 可以暴視 我看可要離開 他馬上就抓到一個防疫破口 馬上暴視 我們前面的 流浪看他都一直不戴口罩 然後跟他講他都不理我 他一直咳嗽 用右邊那個 安全 我習慣用這種的 帥 他很像 現在看到沒有戴口罩就咋啊 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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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戴口罩 現在一起要戴口罩喔 哈嘍哈嘍 哈嘍哈嘍 他吐那個冰檔汁的那個 超額的 戴個口罩喔 麻煩到了喔 带好 幫我戴一下 你要一個口罩是不是 好好好 請戴好 坐好 來來來 好好好 口罩喔 拜託一下 怎麼戴口罩 都不要摸扶手哈 公共的都不要摸 要摸到了齁 我們現在到了萬華區 不會下車 大聲攻直接給他準備好 等一下看到沒有戴口罩 我們就要在車上 支出正義的消毒水球 赫紫 茶室的不公平 哦呦 現在防疫期間要戴口罩耶 他不理他不理他 哦要戴口罩耶 你選第一啦好不好 我們現在前往茶室了齁 那個 現在防疫期間要戴口罩喔 哦 報告幫我戴一下好不好 天啊 我照顧 哦 趕快關起來 好可怕 這裡面就是我們這個發生 偷密頭髮的地方 那樓上有個茶室 很超硬的 阿姨 現在是防疫期間要戴口罩耶 萬華去嚇死人耶 阿姨 這種噴我做罪的事情 我怕他 我 這邊冷靜 中冷靜 欸大哥搬個口罩好不好 你有沒有口罩 制裁 口罩丁子給他 欸要戴口罩啦 制裁 給你一個口罩來 消毒水球大作戰 出去的時候發現啦 不戴口罩的族群大部分都是街友 可能精神上有一點問題 我們跟他講 嚇阻他 甚至於 給他口罩他也不來拿 我們自己也很害怕 做這樣子的騙 就是突來羞根 卡在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去做一個勸導跟嚇阻啦 跟大家講說 其實目前 全台灣 已經確診的是2260人 死亡的話是14人 不能掉以輕心啦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往 這些人身上丟水球 第一個 會不會引起他的憤怒 在他往我們這邊衝 我們也不可能跟他打 我們只能跑 如果他身上已經有病毒的話 我們怎麼跟他打 我們都輸啦 路上喔 你不要以為說 都沒事還出門 你在家裡就可以拯救世界啦 像是菲律賓總統 下令啦 你不戴口罩 我就直接槍決 台灣的疫情相較而已 也是全球算是比較輕微的 台灣人真的要團結起來 麻煩你 不戴口罩的 直接 報警 這就是直接開罰 絕對不可以當初沒看到 認同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轉發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很嚴重 我相信不會有人像大麻煩一樣 深入疫區 拍給大家看 台灣堅守最後一塊 不要麻煩大了